中文字幕——YK 今天召开记者会表明力挺公正党主席望阿兹沙担任雪州大臣 公正党安邦区国会议员祖莱达声称除了梳理主席候选人阿兹敏不变表态 以及雪州撤换大臣风波当事人丹斯蒂卡利之外 公正党所有雪州国中议员各区部主席以及选区协调员都一致支持 由党主席望阿兹沙出任大臣 就在记者会途中现场派发了一份媒体声明 但是内容却指出雪州公正党建议望阿兹沙和阿兹敏成为取代卡利的人选 但是阻碍他澄清那不是他们发的声明 彭亨大阿鲁高廷今天宣判文东杀人魔拉比丁沙迪谋杀郭婉金罪名成立 背叛绞刑 沙比丁拉迪曾经犯下多种性轻罪 受害者分别只有8岁9岁16岁和17岁的幼童和少女 法庭在首轮审判中宣判拉比丁沙迪坐牢115年 以及编持50下 澳洲政府今天宣布当局决定重新启动 暂停了一个多月的马航MH370试连客机的搜寻行动 同时宣布选择了荷兰油气咨询公司归故集团 主导在南印度洋的搜寻任务 长达一年的客机搜寻工作将在9月初开始搜寻超过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来自大马的四艘海军军舰也将提供援助 中国云南鲁店星期天下午发生6.5级地震 救援人员在疏通道路进入灾区之后才发现 山体滑坡掩埋了不少村落 以致死亡人数在今天迅速飙升至589人 不过救援过程中搜寻队伍成功救出了一名埋在底下50个小时的88岁老母亲 另外当局也架派了两架直升机 陆续把包括粮食药物和帐篷等等救援物资在内送到赞尼的手中 更多最新消息留守4点半播出的下一节新闻快递 我是陈文威 约定点上午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